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大臣在背后思想议论 陛下登基之蹊跷 老龙想是不是有人泄露了创改遗诏之事 把自个哥哥扶苏逼死了 然后他登基了 而且后来虐杀首族 又指鹿为马是个大昏君 最后弄得天下大乱 弄得秦朝灭亡 那么我们有时候说历史往往是复杂的 我们现在想到几千年前 这个事情往往带有很大程度上 人的主观意端 也许这一枚小小的剪毒 在告诉我们 秦二师可能真的不像你想象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 胡亥继承皇位背后 还有哪些代解的历史迷剧 一同天下的秦帝国 二世而亡 谁才是真正的掘墓人 王秦者胡也 秦朝就亡到他手里 不对 本期老良官事件 还原真实 为您揭秘 秦二世不是你想象的 我们看了出土简读上的具体内容 秦二世自称的叫镇奉遗诏 就是说我登基 是我爸爸秦始皇 诏书里头 就是他这个里面 他强调了我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有的人说这不可信 为什么呢 就即使史迹没这么记载 他有可能是篡位上来的 那谁篡位上来 发表一个诏书会说 我是篡位上来的 他不至于傻子那程度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 重新梳理一下 你会发现 不见得这里边 就完全像司马迁写的 司马迁是怎么写的呢 秦始皇出游 那年他五十岁了 到时候一个孩子都没带 就带着自己最小的儿子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第十八个儿子 带他出去 结果半岛让秦始皇死了 这一天 当地有二十多位公子 谁来继承大爷 谁来当这个二十皇帝 死了说 丞相李斯赵高就琢磨 咱索性 就是暗地里就拥戴胡亥即位 保证他俩人的权利 然后假传秦始皇的诏书 把这个诏书 发到现在的咱们靠近内蒙边缘上军 发到那 谁呢 大公子扶苏在那 就意思是你爸爸责怪你了 你这个经常散发 不利于朝廷安定团结的言论 赐死你死了得了 注意啊 司马迁写这段时候 他只是写了假传秦始皇的旨意 赐公子扶苏死 他可没有提到 把秦始皇原本安排好 让扶苏即位这诏书改了 他可没提这事 他没有改即位诏书 只是假传秦始皇的令 把这个大公子扶苏给弄死了 也就说史记里边 也没有明确提出 秦始皇要传位给谁 就没有写到说秦始皇留下遗诏了 就是给胡亥 就是给扶苏 没有 这时候胡亥即位 只是为了消除隐患 听了李思和赵高的 把自个儿扶苏给弄死 史记只是描述了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说秦始皇 有没有可能 真就是要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呢 完全有这可能 有人说那不对 那不都立长子吗 中国过去皇上即位 有那么三句话 叫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胸中敌吉 就是如果有敌传的 就皇后生的 你得立他 你不能立那个 昆仓妃子生的 如果没有敌系的 那好 那就这一堆儿子 谁大 谁立 这叫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胸中敌吉 就万一你儿子都没有 那哥哥死了 皇位由弟弟继成 这是这么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 是汉以后儒家文化控制之下 一点点发展出来 在秦始皇那时候 他还没有形成规矩 就是没有一种规矩说 必须是长子复苏来继位 小儿子胡亥就没有继承权 再一个我们看 这次秦始皇出游 沿道上只带着一个儿子 如果从感情上讲 说明秦始皇非常疼小儿子 秦始皇一生 就是他带胡亥出游 这里头极有可能有他的政治目的 就是他信任自己这儿子 一旦他死了 这皇位要给他 也就是说 从种种的迹象来看 秦始皇是很信任胡亥的 为什么 一个是中国古代的皇上 跟小儿子之间 关系往往很紧密 为什么 皇上有时候怕打儿子 人长大成人之后 往往能继承皇位这个人 对于接皇位是迫不及待的 所以有的时候 在位的皇上感受到很大的威胁 是来自自己的儿子 大儿子 我要死了 他就上来了 他是最直接的 既得利益者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太子成年了 反而跟皇上之间关系并不好 相反小儿子不一样 小儿子天真活泊 那时候看不出什么野心来 小叔叔 为什么皇上每次寻行都带着你 可能别人都太有本事了 就说你父亲 我那大皇兄 扶苏 聪明 能干 我年纪最小 最主要的 没什么本事 只能跟着父皇皮肤后面 屁颠屁颠乱跑 中国人不说老儿子大孙子 老太太命根子 本来就得父亲喜欢 再加上威胁不着父亲 所以往往皇上 跟小儿子关系 比跟大儿子关系好多了 你一部中国历史你下来看 刘邦 曾经想过费掌立右 汉武帝费掌立右 曹操曾经琢磨 要立曹子 想费曹皮 当然他没实现 你这跨江鸡刘表 刘表 想费了自己大儿子 要立右子刘从 你历朝历代 你看皇上想费掌立右 是遍地都是 连诸侯都是 也就是一部中国历史 这皇上几乎 好像每个皇上 甚至都有这情景 所以我说这个 对小儿子喜欢 这是人之常情 再一个胡亥 你从历史典籍的 蛛丝马戏看 胡亥不是个 有政治野心的人 这个人说白了 有点小孩脾气胡闹 有本历史典籍记载 胡亥不是最小的儿子吗 秦始皇请这个吃饭 过去不是 在地上铺席子吗 鞋脱了放旁边 胡亥进了一看 这鞋都脱到这儿了 他就玩上了 把每个人鞋都使劲踩一脚 胡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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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不得 使不得 就这个细节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神不知 鬼不觉的 把你推上皇位 你要是错过了机会 别说是下辈子 就是下下辈子 也轮不上你当皇帝 他那个时候胡亥才多大 才二十啊 没什么人生太多的经验 所以就说胡亥是一个什么 没有政治野心 但是那个历史发展到那儿了 形势逼到那儿了 有可能往前推他一步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秦始皇活着的时候 想必也能看出来 自己这老儿子没啥政治野心 可能这些点加一块 也使秦始皇促成更加喜欢这孩子 我就把皇位给上 而且秦始皇呢 把这个太子扶苏 弄到这个北边边疆去 不也就是说他有怨言嘛 而且他有些意见和秦始皇不一样 请父皇下旨 听之分书 也就是说太子扶苏 老早就在秦始皇那儿失宠 就是秦始皇根本可能就没有这打算 要把皇位传给他 那不传也给他传给谁呢 就自己最喜欢这小儿子 所以说胡亥在合法继承皇位这点上 我想有70%以上的可能 他是合法的 只不过他弄死自己大哥扶苏 这个事 这确实是假传圣事 有人说你说那不对 谁说胡亥没争解心 你看他上来干的事 把自己兄弟姐妹都给弄死了 干脆 让那些侍奉过西安皇 又没有生育子女的夫人 下去 没父皇吧 那就将安装机 和运送宝藏的工匠们 在喂出来的时候 就将木门封闭 这样能确保先皇的皇情 万事平安 好 就这么定 而且相信赵高的 今天弄死这个大臣 明天残害那拨人的 这不是他有野心吗 不是狠毒吗 咱们就得细细说一下 这个胡亥和赵高的关系 这个胡亥 我说他少年新兴 还有个证据 就是他往往对人的一信任 就信赖到极深的程度 依赖 前面是对自个儿爸爸信赖 后头是对赵高 赵高表面上他是君臣 其实跟父子关系差不多 就赵高就跟他爸爸似的 因为赵高在胡亥小的时候 就是胡亥的老师 当时赵高任中车府令 然后交给胡亥 教他写字 教他讲这个典籍文章 然后教他律令 就法律这些东西 所以胡亥很小的时候 对赵高就依赖 就是有些事 言听计算 赵高说什么他干什么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你要如果不当皇上 你兄弟上得弄死你 赵高一下子他就信 而且他有什么心里话 都跟赵高说 然后说我想尽情享乐 人生就这么短 你看我爸爸这五十就没了 我这有生之连 我不得好好快活快活 这些事都跟赵高说 甚至赵高说什么呢 皇上啊你年轻 你不能在大臣面前 暴露你弱点 你总跟大臣见面 你看你看小孩呢 那行啊 陛下你每次灵朝都是你一个人 而下面那么多文武百官 那么多人 他们个个都怀有私欲 心怀鬼胎 大夫 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呀好好在宫里待着 有些事我给你处理 我给你当连洛官 凡有关政务的事 都有我一个人向您汇报 你要是有什么指示 也都有我一人向下传导 真能如此 理应如此啊 就连这种要专权 狼子也信的东西 胡亥也信 包括咱们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 那个黑白颠倒的成语 指龙为马 列位大人 你们都好好瞧瞧 这是一批鹿呢 还是一匹马呢 这不没有什么事啊 这是鹿啊 你怎么说是马 这不没有什么事啊 这不没有什么事啊 对对对 那就是马 就是马 太荒唐了 荒唐啊 你们这些朝廷命官 难道连鹿和马都分不清楚了吗 这两个人太有同事啊 是鹿是马 更请陛下裁定啊 大夫 你刚才说是鹿是马 是鹿是马 是鹿是马 回禀陛下 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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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这胡亥是怕赵高的 还不是 这个事之后呢 胡亥自个都迷糊了 难道我 这丞相说的对 我是不是犯迷糊症了 还找些巫医给他看病 你就看这个细节就能看出 他对赵高 几乎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赵高说什么 他干什么 包括亥斯里斯 也就说其实 胡亥是充当了赵高 在朝廷里扩充权力的一个工具 赵高是拿他当二傻的糊润 甚至到最后 天下大乱了 赵高为了晚狂来一祭祷 决定立公子扶苏的儿子子英为王 那么就得把这个秦二世胡亥弄死 弄死说他派谁去呢 自个儿的女婿阎乐去了 有人说赵高宦官哪 哪来的女儿怎么更别提女婿了 这给大家纠正个历史错误 赵高不是阉人 史书中他留有后代 传说中却是太监之名 真实历史中 宦官赵高究竟是何身份 秦二世登基三年却被逼自杀 赵高与秦帝国的灭亡有何关系 继位近46天的秦王子英诛杀赵高 却难以阻挡大秦灭亡 在秦朝的臣服录中 子英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胡亥 赵高 子英 谁才是真正的大秦掘墓人 老良官世界正在为您揭秘 秦二世不是你想象的 赵高不是阉人 就是被阉割了的人 你看电视剧里赵高说话 哎呀皇上 皇帝是否摘下流绵 不依替您说说透 你听着一位太监 不对 说那史书写它是宦官 宦官可不都被阉割了 宦官是什么意思 宦是指内庭 凡是能进内庭 伺候皇上的都叫宦官 宦官里头有些是被阉割的 就离皇上最贴身的 还有些没有被阉割 就是近距离伺候皇上的 赵高不是被阉割的人 不是后世我们说的太监 就甚至包括东汉那时候 宦官都有相当大比例 没有被阉割 这是天下就坏的看法 其实这个看法有更多 秦朝的天下 你要说弄得最后乱七八糟 这跟胡亥有关 你要说秦朝就亡到他手里 不对 王谁手里呢 王的扶苏的儿子子英手里 这个子英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为什么管他叫秦王子英 最后就自己死活不上朝 赵高来请他 借这机会把赵高弄死了 明日就是太普算定的 告庙就任大典的良辰吉日 不知殿下是否能勉强坚持住啊 当然要坚持了 明天是寡人继位的日子 一定要去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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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英诸杀赵高 好比后世丛真皇帝杀魏忠贤 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子英也跟丛真一样 别看他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他也挺昏 昏在哪呢 虽然说这个天下 让胡亥给祸害的差不多了 但是秦不至于亡 你看咱们说处岁三户 王秦必处 最后刘邦攻过来了 子英抵抗不了了 固守咸阳守不住了 乖乖的投降了 投降之后 刘邦是没杀他 把阅法三章来好 等项羽来不惯的事 把子英给杀了 然后就开始火烧鹅旁公 这个子英其实当时 秦朝是亡的踏实 而且 如果他采取别的策略 秦亡不了 不至于最后彻底亡 什么策略呢 你可以从这个 咸阳这儿 直接撤到八蜀一带 就往现在四川重庆一带撤 固守那儿你亡不了 为啥呢 一个是八蜀一带 我们都知道一守难攻 再另外一个 秦当时手下还有一些猛将 最重要一点 刘邦向羽攻到这儿 接下来你不看就楚汉战争了 而且何况还有六国其他贵族 必然要内斗争天下 没有多少人能顾及到 这个秦王子英 就说如果子英是个有策略的人 带领手底的人 我不守在咸阳这儿 我撤到八蜀一带 保留大秦的血脉 他能做到 所以秦直接亡到谁手里了 亡到子英手里了 只不过我们觉得 这胡亥很残暴 干了很多坏事 那好 索性把这些罪责 一股脑都推他身上 再加上王秦这胡也 这五个字更加助推了 这种最后判断的产生 所以我说秦二世胡亥 在一定程度来讲 是个替罪羊 就他背了很多他不该有的罪名 所以历史有时候是复杂的 当历史把他推到这个关口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由不得他自个 所以你根据秦二世胡亥 这些中东表现和在历史上 他那些作为 你最后就更能体会到 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实云二字 也就是实也命令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男关系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